大概有占七成以上的投资人都是在台湾的股市上面 那其实有关于这样的投资的部分 组合上面到底我们要从什么角度切入这个市场 我想这个大家都是蛮关切 透过线上直播课程提供给会员正确的投资观念 台股刷出新高点 让不少投资人信心满满 也吸引很多民众纷纷想进场 但却又不懂该如何下手 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金钱 好像低利率的时代 那你在低利率的时代里面 其实就会逼所有的投资人必须要学会投资理财 因为那个报酬率才够 这些投资人可以先参加市场上 有很多的社群媒体 可以加入他们之后先去学习 可能有些老师会告诉你们说 如何投资理财 或者从基本面的K线开始学习 技术面基本面每一个层面都要学习 学习之后自己组成一套 对于自己最适合的投资理财的策略跟方法 我们里面有讲的像比如说 教大家如何看K线 社群贴文满满都是投资资讯 学员询问度也很高 从台股期货再到ETF 以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因为现在储蓄利率越来越低 大多数人已经不把钱放在银行 越来越多人把钱转向投资市场 而花了金钱跟时间 就是想要获得应有的获利 不过可能不如大部分人的期待 因为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有六成以上的投资人花了十年时间不赚不赔 或是以赔钱居多收场 花了十年时间确实白忙一场 有时候我很年轻就开始投资 那么我投资到了年纪很大了 他可能有经常的去买卖不同的标的 在选择股票的时候 或者是他在选择时机的时候 不是那么的精准的话呢 是有可能他即使投资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的报酬率也不是如他的预期 调查结果显示有62%投资者 以没赚没赔 赔钱居多 还有大赔钱作收 而进一步交叉分析 投资赔钱民众自认原因 完全不懂投资理财 就占了三成以上 另一边的投资胜利组 有37.5%的人认为是靠着 长期研究特定标的赚钱 又三成民众则认为是靠着 价值投资才获利 认为说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投资者 都会建议说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长期投资的投资组合 一个就是说他应该是非常分散风险的 那么因为如果是个分散风险投资组合的话 如果你选错了投资的标的也没有关系 世界趋势已经走向低成长高风险状态 而年轻低薪足多开始寻找理财之道 接触投资市场的比例也逐渐提高 20岁到39岁的年轻族群 投资获利的人数相较40岁以上 几个族群都要来得高 我觉得台湾的投资人 其实在投资理想上大概有几个迷思 第一个是他们都认为说 自己积极的人就一定买股票 消极的比较稳健保守的 可能就买一些债券 那我觉得这个对产品来讲 你所买的产品就基本上都会固定僵化 第二个我觉得大家的迷思 普遍在于说都想要去找价差 股票喜欢低买高卖 那通常往往你最后造成的是低卖高卖 我们建议投资人采取一个比较分散多元的配置 专家点出迷思 人人都想靠投资致富 但也得承受又赚又赔的风险 想要降低赔钱几率 也得花时间研究了解市场脉动 才有可能脱颖成为投资胜利组 TVBS新闻中等人陈宜仁 刘立军台北采访报道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